微小说 冷漠的父爱 父亲是个硬汉 他十五岁时 爷爷就去世了 剩下他和奶奶孤儿寡母 虽然他顶了爷爷的职 去厂里当了工人 但家里家外 大事小情都落在他单薄的牵上 他变得沉默寡言 一张脸总是冷冰冰的 但他很能干 从最基层的车间坐起 一步步往上升 当了厂长 后来又调到经贸局 当了副局长 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冷峻 几乎不尽人情 我不知道他在观察 在单位对人如何 但他对我冷得就像 我不是他亲生儿子 尤其是他当了厂长以后 架子端得可大了 好像我也是他的下属 他从小缺少父爱 那是因为爷爷死了 可是他还活得好好的 却没让我感受到父爱的温暖 上初中那年 我和同学潘比想买一块手表 让母亲跟他要钱 他却一言不发 我非常生气 那些天 那些天我总赚商场 发现一款最便宜的手表 只要35元钱 我想不要他的钱 我照样可以买到 周末 我就去工厂墙外的垃圾堆 捡废铁 放学路上 我总是低头 用脚踢来踢去 哪怕从土里 踢出一个铁螺丝 或者一块破塑料布 也要拾起来 攒多了就去收购站买 一块两块 挤脚几分的攒 足有一个学期 才攒足了一块表钱 戴上了新表 我故意炫耀 视微似的把袖子 撸得老高 母亲惊讶地问 你哪来的表 我没回答 却偷看父亲的表情 我早就想好了 如果他敢审问我 怀疑我的钱 来路不明的话 我就马上像火山爆发一样 倾诉我的辛苦 指责他没有给我父爱 但是他只是看了一眼我的手腕 就没再吭声 我顿时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难道当了官的人都是这种德心 我可是他唯一的孩子 好多同学的父母不当官 还溺爱他们了 我怎么了 不爱我也得关心我吧 也就不怕把我逼成小偷 但这事和后来发生的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使我更领略了他的冷漠 高考前一年的冬天 我在自己的屋里彻夜苦毒 炉火生得很旺 结果 有天夜里我煤气中毒了 当我醒来时 一时第二天清晨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母亲吓坏了 见我醒来哭着说 夜里如果不是父亲 我肯定就完了 父亲有失眠的毛病 他辗转反侧 睡不着 总觉得我的屋子里动静异常 就让母亲去看 发现我在床上全屈着 嘴里发出近乎窒息的 憋闷的呼吸 才知道我中了煤气 我后怕地抬头看父亲 发现他在病房门口背对着我 看不到他的表情如何 听说我醒了 他让母亲照顾好我 就去上班了 我心里的感激 瞬间转化成了怨恨 还不如让我死了呢 哪有这样冷血的父亲 第二年 我考上了大学 别的同学都是被父母送去省城的 而我 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学生 却是孤零零一个人坐上火车 望着站台上那些双 送别的眼睛 我的眼睛湿了 因为自己的孤单 从那时起 我就发誓 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找一份好工作 再不要回那个没有亲情的家 即使放假 也不要回去 整个大学 我都在勤工俭学 尝尽了人间酸苦 因为父亲每次给我带的钱 只够交学费 和维持简单的生活费用 即使买课外书的钱 都要靠我自己去挣 第一个暑假 我真的没回家 十几天后 父亲来省城开会 顺便到学校看我 然后我们出去吃饭 要了两个菜 他还要了一瓶白酒 我问 你喝酒了 他一愣 说 哦 有几年了 然后我们一个闷头吃菜 一个闷头喝酒 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他居然吃完 就拍屁股走人了 那顿饭由我来付账 毕业了 同学们都在找门路分配 像我上的这种普通高校 学生哪来的回哪去 我只能回到那个小县城 但大家都说 我没问题的 父亲是局长 肯定会给我找个好单位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不想去企业 只想进机关 做办公室 我想即使我不跟他说 这样的大事 他也会主动给张罗吧 可是最后的结果 他根本没有过问 我被劳动局分进了半死不活的五字公司 还不到一年 下岗的命运就降临到我头上来了 我对父亲的怨恨更加深了一层 我觉得他肯定有心理疾病 因为自己从小就受苦 从小就失去了父爱 所以也想让我尝尝那种滋味吧 肯定是的 好在我从小就没有依赖过他 这种时候更不能去求他 我不能让他看我的笑话 不久 我租了一间临街的门面 卖电器 一年后挣了些钱 又重新租了更大的门面 扩大到卖摩托车 生意虽然辛苦 但越做越好 这期间 我只记得他来过两次 每次都像领导视察一般 背着手转了几圈就走了 他没夸我 只是说了一句 这不比在机关当个小干部 整天喝茶水墙吗 这是我有生以来 唯一听到他肯定我的话 我心里静一热 这大概就是那种 叫做父爱的感觉吧 可是这么多年了 我的这种感觉真是太少了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还雇了好几个雇工 俨然成了一个小老板 可是我知道 好景不会太长的 城里类似的店铺 如雨后村村 竞争得厉害 不久 销售出了滑坡的迹象 就在这时候 父亲来了 他不是来帮我 是来给我添乱的 他当厂长时 和一个老工人 有点交情 现在他退休了 父亲念旧情 想让他在我这儿 混口饭吃 父亲冷着脸说 你张伯仁很实在 你必须给我这个面子 求人还这种态度 我本想拒绝 但马上心里 萌生了一丝快感 他是在求我呀 张伯的确不错 能吃苦 关键是他有经济头脑 在厂里 搞了几十年的供销 有做生意的经验 管理上也很有一套 我让他跑生产厂家 负责进货 逐渐的 我的供货渠道 越来越畅通 经营范围 也进一步扩大 销售额又出现了 明显的上升趋势 在张伯的提议下 我还投资八十万元 在新开发的商业区 买了一栋商业楼 张伯说 在我们这个小城 做生意的将近一半利润 都付了租金 像我这样的大众生意 必须靠做大做强 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 有了自己的房产 可以减少租金成本 让利给顾客 提升竞争力 再说 房产将来还能升值 本身就是一种投资 但是我当时没那么多钱 张伯建议 号召那些雇工 投资入股 共同抵御风险 而且他第一个就拿出了十万元 张伯成了我的诸葛亮 使我的事业如日中天 春天 张伯要和老伴去北京定居 给儿子看孙子 我真有些依依不舍 当我提到要把他的古金和分红 一起算清时 张伯笑了 那十万元的古金 是你父亲的 至于分红 我就更不能要了 我很惊讶 以为自己听错了 听了他的叙述 才如梦初醒 原来是父亲 以张伯的名义 给了我钱 那些经营管理上的建议 竟然也是父亲 通过张伯 传授给我的 张伯说 我除了能吃苦 脑子里哪有那么多点子 你父亲才有真本事 当了那么多年厂长 肚子里有祸呀 但他不让我告诉你 怕影响你的自立 嗯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你和你父亲一样有魄力 都是硬汉 一席话 惊醒梦中人 原来父亲一直在关注着我 从张伯嘴里 我还知道了一个秘密 父亲 是从我种煤气那天 开始喝酒的 那天 他和张伯一帮人喝酒 父亲当众哭了 我差点没有儿子了呀 张伯说 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 至今还在他耳边回响 我对父亲几十年的怨恨 倾客化为灰烬 我买了好酒去看父亲 他还没下班 我央求母亲 软硬牵尸 逼他解开了多年来的 道道一团 母亲说 父亲不给我买表 是不想让我从小养成虚荣 攀比的毛病 在一次意外中 他发现我在减肺瓶 就认定 我有一股不达目的 不罢休 而且能为此吃苦的执着性格 甚至连暑假去省城看我 也是别有答案 母亲说 他哪里是去开会 他看了你的信 听说你在暑假打工 他想你 又不放心你 才谎称开会去看你的 装装剑剑 父亲那些不尽人情的举动 却都包含着无尽的父爱 母亲说 父亲从小遭丧父之痛 抱藏人生的艰辛 但也体会到了一个男人 必须承担责任 自强不息的甜头 他决定对我狠一点 特别是当了厂长后 他最担心的 是我会因此产生优越感 和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习性 更是狠下心来冷漠着对我 但是 正是他的冷漠 成就了我今天 独立自强的性格 却屡屡遭受挫折 却从没被挫折摧垮 原来 父爱一直与我如影随形 父亲是把我当成了一棵树 栽到了人生四季里 栽到了风霜鱼雪里 而没有把我浇灌成 一株娇嫩的盆花 养在温室 终于把父亲等回了家 但他依然是一脸冷漠 而我 第一次感觉到了 这冷漠的亲切 给父亲倒上一杯酒 所有的感慨 也都在这酒中了 父亲久久凝视着我 忽然伸手 拨去了我头上 早生的一根白发 他只说了一句话 这些年 你也不容易啊 我忍不住哽咽着喊了声 爸 泪水瞬间 溢出了双眼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请大家欣赏 梁小生的短篇小说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城市里总能见到这样一类游走的匠人 他们背着一个简陋的木架 街形象线 架子上装着尺寸不等 薄厚不同的玻璃 他们一边走 一边招揽生意 想窗户 想近矿 想相矿 他们被叫做玻璃架 有时 人们甚至直接这么叫他们 哎 想玻璃的 他们一旦被叫住 就有点钱可挣了 或一脚 或几脚 总之 除了成本 也就是一块玻璃的原价 他们一次所挣的钱 绝不会超过几脚钱 一次能挣五脚钱的话 那就是大活了 他们一个月 遇不上几次大活的 一年四季 他们风里来雨里去 冒酷暑 顶言寒 为的是一家人的生活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 便是那年代的一名玻璃家 他的父亲 有一把德国造的玻璃刀 那把玻璃刀上的钻石 比许多玻璃刀上的钻石都要大 约半个芝麻粒那么大 他对于他的父亲和他的一家 意味着什么 不必细说了 有一次 我这位朋友 在我家里 望着我父亲的遗像 聊起了自己 曾是玻璃匠的父亲 聊起了他父亲 那一把视如宝物的玻璃刀 我听他娓娓道来 心中感慨万千 他说他的父亲 一向身体不好 脾气也不好 他十岁那一年 母亲去世了 从此他父亲的脾气 就更不好了 而他是长子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父亲一发脾气 他就成了出气筒 年纪小小的他 和父亲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也越来越冷漠 有一年的夏季 他父亲回老家 办理他祖父的丧事 父亲临走 指着一个玻璃箱 严厉地说 谁也不许动 那里边的东西 他知道 父亲的话 主要是说给他听的 同时猜到 父亲的玻璃刀 放在那个小木匣里了 但他毕竟是个孩子呀 别的孩子 感兴趣的东西 他也免不了 会产生好奇心呀 于是 父亲走后的第二天 他打开了 那个小木匣 父亲的玻璃刀 果然在里边 但他只是将玻璃刀 从双层的绒布套子里 抽了出来 欣赏了一番 比划了几下而已 他以为他的好奇心 就会就此满足 却没有 第二天 他又将玻璃刀 拿在手中 好奇心更大了 找到一块碎玻璃 试着在上面滑了一下 一掰 碎玻璃分成了两半 他就觉得更好玩了 然而最后一次 那把玻璃刀 没能从玻璃上 划出纹来 仔细一看 刀头上的钻石不见了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 心里毛了 手也被玻璃割破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使用不得法 刀头上那里 小只又小的钻石 会被弄掉的 他当时 可以说是吓傻了 由于恐惧 那一天夜里 他想出了一个 卑劣的办法 第二天 他向同学 借了一把小捏子 将一小块碎玻璃 在石块上 仔仔细细 倒得粉碎 夹起芝麻粒那么小的 一个玻璃渣 用胶水 粘在了玻璃刀的 刀头上了 那一年是1972年 他14岁 三十余年后 在我家里 想到他的父亲时 他一边回忆 一边对我说 当年呀 我并不觉得 我的办法悲劣 甚至还觉得挺高明 我希望 父亲发现玻璃刀上的 钻石粒掉了时 以为是他自己 使用不慎弄掉的 那么小的东西 一旦掉了 去哪找呢 既找不到 哪怕怀疑是我搞坏的 也没什么根据 只是怀疑呀 第二天 父亲一早背着玻璃箱 出门挣钱去了 但一个多小时后 就回来了 脸上阴云密布 他和他的弟弟妹妹 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然而父亲 并没有问玻璃刀的事 只不过 羊躺在床 闷声不响地 接连吸烟 下午 父亲将他和弟弟妹妹 叫到跟前 依然阴沉着脸 但却余调平静地说 香玻璃这种生意 是越来越不好干了 哪哪都停产了 连玻璃厂 都不生产玻璃了 玻璃酱 买不到玻璃 给人家香什么呢 我要把那玻璃箱 连同剩下的几块玻璃 都卖了 我以后不做玻璃酱了 我得另找一种活 挣钱养活你们 他的父亲说完 真的背起玻璃箱 出门卖去了 以后 他的父亲就不再是一个 靠手艺挣钱的男人了 而是一个靠力气 挣钱养活自己儿女的男人了 他父亲的抱脾气 不知道为什么竟一天天变好了 不管在外边受了多大的委屈和气辱 回到家里再也没有冲他和弟弟妹妹宣泄过 这一点 一直是他和弟弟妹妹们心中的一个谜 到了我的朋友 三十四岁那一年 他的父亲因积劳成疾 才六十多岁就患了绝症 那时 他们父子的感情已经变得非常深厚了 一天 趁父亲精神还可以 儿子终于向父亲承认 二十年前 父亲拿一把宝贵的玻璃刀 是自己弄坏的 也坦白了 自己当时那一种卑劣的想法 不料他父亲说 当年 我就断定是你小子弄坏的 儿子惊讶了 为什么 爸 难道你从地上找到了 那么小那么小的东西啊 怎么可能呢 他的老父亲 微微一笑 语调幽默地说 你以为你那种法子高明吗 你以为你爸就那么容易骗吗 你有哪里会知道 我每次给人家割玻璃时 总是习惯用大拇指抹抹刀头 那天我一抹 你粘在刀头上的玻璃渣子 就扎进我的大拇指肚里去了 我只得把拆进兜里的五角钱 又掏出来 退还给了人家 我当时那种难堪的样子就别提了 那么些大人孩子围着我看呢 儿子 你就不想想 你那么做 不是等于诚心当众 出你爸的洋相吗 儿子愣了愣 低声又问 那你当年怎么 没有报答我一顿呢 他那老父亲 注视着他 目光一时变得极为温柔 语调缓慢地说 当年我是那么想来着 恨不得几步就走回家里 见着你掀翻就打 可是走着走着 似乎有谁在我的耳边对我说 你这个当爸的男人呢 你怪谁呢 你的儿子弄坏了你的东西 不敢对你说 还不是因为 你平日对他太凶了吗 你如果平日使他感到 你是最可亲 最可爱的一个人 他至于那么做吗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那么做是容易的吗 换成大人也不容易啊 不信你回家试试 看你自己把玻璃倒得那么碎 再把那么小那么小的玻璃粘 粘在金属上容易不容易 你儿子的做法 你儿子的做法是怕你怕的呀 我走着走着就流泪了 那一天是我当父亲以来第一次知道心疼孩子 以前呢 以前呢 我的心都被穷日子累操了 顾不上关怀自己的孩子们了 那爸 你也不是因为香玻璃的活不好干了才 哎 儿子 你这话问的 这还用问吗 我的朋友 一个三十四岁的儿子 浮在他老父亲身上 无声地哭了 几天之后 那父亲在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的守护之下 安详而逝 朋友对我讲述完了 我和他不约而同地吸起烟来 长久无话